Isura Farm除了供應粟米給加諾牌之外 卡諾B的Jagabi薯條都是供應薯仔的 其實Isura Farm就是一個叫白龍的地方 白龍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16年的時候有個故事 就說有個車站只為一個女生而開 而女生升大學之後 車站就停用了 其實就是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現在就有JR白龍站 和它距離遠賴布溫泉大概是30公里左右 少許資料吧 白龍只有800人 而它的幼兒院根據Kito先生就說 只有8個人 沒有便利點 通常他們買東西都會拿去遠賴布 或者遠興丁 我就跟Kito先生去做一天的農夫 主要去撿番薯 薯仔 以及將它們分類 他就安排我們用人手去撿薯仔 但其實他跟我說他只是弄我們 現在做農夫是很輕鬆的 拿著一部收割車 就這樣開幾圈 其實就已經可以收成了 現在現代化的農業 基本上是不需要再用人手去操作了 當然啦 一個農場是生產很多不同的薯仔 他就跟我說 薯仔就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分別 但其實它可以分到十幾種 當然啦 日本人做事仔細全世界都供應 那我們去到他這個薯仔分類場 哇簡直是宏偉 你看到他很多不同類型的薯仔 一大螺一大螺 幾個人分都要分整個早上才分完 平時沒有我們或者義工過來幫忙 只有他兩夫妻分 其實都不知道分到什麼時候 原來他們是有做薯仔直賣的 另外不同商家對於薯仔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他就把一些分類 譬如說70g以下的 就分給可能做薯條的 某些可能去超級市場賣的 有些可能就直接吃的 有些就留給自己的 原來最重要一兩樣東西 就是薯仔是不可以馬上吃的 收成之後 還要放在一個乾燥的地方 幾個月才可以吃的 下一集我們就有薯仔大餐啦 請問一個旅行 請問一個例子 按鈕 一簧 請問一個嗎 請問一個節優質 並力的策誈 請問一個お題